AI 是一頭我們可能養不起的吃電怪獸 就連馬斯克都不得不承認 AI 的超大用電量有夠難解的 我認為下年你會看到電量 只能找到電量的電量去營運營 這樣講,想必你還是很無感 我直接舉個例子 訓練一個像OpenAI的大型語言模型 所需的電力約為130萬度 相當於130個美國家庭一年的電力消耗 相當於讓一個人看185年的Netflix 再來,每次請求JetGPD的解答 所需的電量是進行一次Google搜尋的9.7倍 如果JetGPD的請求量達到平均每天90億次 每年將增加約10億度電 相當於歐盟150萬人一年的電力需求 這樣舉例以後 你知道AI的用電到底多離譜了吧 根據國技能元屬的預估 全球AI2026年消耗的電力 將會是現在的兩倍 換個方式來計算 這將會相當於整個日本一整年的用電量 從2022年AI元年 AI消耗的電量其實只佔了美國全國總用電量 2.5% 但是預計到2030年 將會大幅提升到美國總用電量的16% 在電力消耗需求這麼龐大的情況下 要發展AI的科技巨頭們紛紛把目標轉向的相對發展時間比較長 供電也比較穩定的核能 Google 宣布和小型核能新創公司凱洛斯電力合作 在美國建造6-7 座小型模組化核反應爐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資則投資泰拉能源 在美國懷了明州興建新型的那反應爐 而就在這個時候 美股市場上居然殺出一家公司歐果 還漲100%堪比加密貨幣市場 不只如此 這家公司的主席居然還大有來頭 大家好 我是麥門 這裡是分享如何投資全球各大股市 不盯盤 不短充 只賺大波段的頻道 歐果到底是什麼來頭 憑什麼長成這樣 在GPD支付為何會願意收購 我們繼續看下去 歐果是什麼公司 歐果是一家來自美國的新創公司 成立於2013年 歐果這家公司主打的就是 核能技術 哇 核能 那不是超級危險嗎 三里島 車諾比 福島 歷史上的三大核電視顧客 都不是開玩笑的 但等等 別急著把核能和危險畫上等號 因為歐果正在做的事情 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核能的傳統想像 首先 歐果的目標非常明確 他們想要開發一種更小型 更高效的核反應爐 名為二二維新反應爐 這個反應爐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它採用的是先進的核燃料 甚至可以使用回收的髮核燃料 運行時間可以超過20年 而且完全不需要補充燃料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這代表它不但更加環保 還大幅減少了核廢料的產生 而且它還能獨立運行 不需要依賴外部電力來啟動或維護 適合在偏遠地區或極端環境下穩定供電 歐果的願景就是想讓核能變得更安全 更可持續 更經濟 為世界向低碳能源轉型提供助力 你可能不知道 目前全球很多偏遠地區 或者小型社區都在能源上乘在短缺 而歐果的這些微型反應爐設計 正好能完美解決這些問題 那麼 到底為什麼歐果可以受到科技界的廣大關注 這就要提到一個AI產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奧特曼 沒錯 就是我本來來的那位奧特曼 人稱JetGPD之父 其實他和歐果的關係一直以來都很密切 不是檯面上看到的 好像突然間財聯系上 早在2013年公司成立時 奧特曼就注意到了他們 並在2014年把歐果帶進了他的創業加速器Y Company 還親自投資了這家公司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奧特曼在2015年還直接成為了歐果的董事會主席 一直到現在都還擔任這個角色 因為奧特曼相信 未來的AI和能源是密不可分的 這想法很簡單 AI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大量的連價能源 而核能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 話說回來 歐果現在正在開發什麼樣的核能技術 這就要提到一個名詞 小型模組化核反應爐 這是一種比傳統核反應爐更小 更靈活的設計 怎麼說更小更靈活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定義 模組化核反應爐是一種 單位發電能力不超過300千瓦的先進和反應爐 它的小型化設計不僅降低了建設成本 還讓它可以模組化生產 在公堂組裝後直接運到現場安裝 我們來拆解一下小型模組化核反應爐SMR 這三個字母分別代表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小型的意思是 體積只有傳統核能反應爐的一小部分 模組化是只可以讓系統和組建在工廠內組裝 並作為一個個單元運輸到安裝地點 反應爐則是在說能利用和分裂產生任能以生產能源 為什麼大家都對模組化和反應爐SMR抱有這麼高的期待 很簡單,因為它解決了可在生能源的一個大問題 穩定性 風能和太陽能雖然是很棒的綠色能源 但它們有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不穩定 當天氣不好時,供電可能就中斷 而恆能不同,它可以每天24小時不間斷發電 穩定性無可比擬 這也是為什麼歐國的技術受到包括微軟 Google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的青睞 他們都已經和恆能新創公司簽約 期待這些模組化和反應爐SM而能為他們的資料中 提供穩定的無碳電力 再說回歐國的偶爾微型反應爐 它不但是小型模組化和電的一種 還具備一些先進反應爐的特點 比如說它不使用普通水作為冷卻劑 而是採用更高效、更安全的冷卻技術 舉個例子,有些反應爐會使用熔岩冷卻液 這種技術在降低運行風險的同時 也提升了系統的熱效率 隨著全球能源需求不斷增長 特別是在AI和數位化的帶動下 能源的穩定性和清潔性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而歐國的微型反應爐 不但可以幫偏遠地區提供電力 還可能會成為科技巨頭的另一項秘密武器 所以奧特曼就曾經告訴華爾街日報 讓AI和能源變得廉價且持續供應 是未來世界的核心 而歐國正是它實現這個理想的關鍵一步 歐國此次的暴漲 還有個原因就是和Switch合作 誒,這個Switch並不是任天堂那個Switch 他們完全沒有關係 Switch是一家總部位於拉斯維加斯的美國數據中心營運商 尤其業家Rubway於2000年創立 Switch的主導客戶包括NVIDIA、Google、戴爾科技 PayPal和聯邦快遞等科技與物流巨頭 為什麼一家名不見金鑽的公司 可以跟這麼多大咖合作? 答案就是,Switch長期推動數據中心的綠色發展 根據Switch的網站 從2016年1月以來 Switch的數據中心一直使用在生能源供電 目前在全美各地運營多個已在生能源為主的數據中心 這是非常劃時代的運營方式 對定有環保目標的科技公司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為這些公司希望可以維持高能耗數據中心的成長 同時又能加速脫炭計畫 而Ogo在12月18日宣布 已經和美國數據中新營運商Switch達成合作協議 說穿了,就是Ogo賣電給Switch 根據協議,Ogo將在美國建設和運營多座電廠 目標是到2044年時限時二級瓦的電力輸出 到那個時候,Ogo不屬的反應器等同於一組小型核電廠發電量 也就是超過900萬戶美國家庭的年用電量 這次和Switch的合作會大大幫助Ogo擴展市場規模 而且如果Ogo可以藉由這次機會 是泛用核電為AI產業提供急迫且穩定的捷徑能源 那你想,以後是不是會有很大很大的商機? 所以咯,消息公布後 Ogo的股價馬上上漲近12% 達到每股21.41美元 代表市場對Ogo的技術潛力和未來商業應用的高度信心 這次合作不但是很能商業化應用的一個里程碑 也未能源市場打開的另一扇門 給大家另外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 看到這,你是不是覺得又有一隻股票暴漲? 沒跟到心裡癢癢的 啊今年過年快到了,到時候過完年 年終才剛見面又要說再見了 所以你平時就要善用股票、期貨等金融商品 去幫你自動滾更多的錢 才能讓年終永續地零下去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看懂盤面 或者對於錢再爆發的商品不是很了解 稍後影片結束後 可以在下方資訊欄裡找到訂閱教學的連結 不管是重要的台股、美股、國際指數還是台指期貨 只要能持續保持學習心態 就能慢慢掌握技術跟邏輯 把它們變成固定SOP 按圖示功 不用怕錯過上下車的時機 有句話很有名 你賺不到自己認知以外的錢 就是這個道理 你如果真的真的真的想要賺到更多錢 就要持續擴張自己的認知範圍跟認知深度 不是嗎? OGO和SM2的未來長貌 Webos分析師指出 AI行業的快速成長是推動OGO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分析師認為 未來幾年 AI計算需求將以10倍速度增長 而這種擴展將需要巨量能源供應 作為小型模組合反應爐的領先企業 OGO具備這類需求的技術優勢 OGO的ROR微型反應爐使用高效的HALE燃料 也就是高濃縮低放射性油 效能源高於傳統核燃料 當然 OGO背後的資金支持者之伊士奧特曼 也強化了AI和能源領域的連結 所以是人工智慧的普及和數據需求的指數增長 前面提到了和Switch的合作 有望在全球各地推動更多公司採用核能 以實現奇探綜合目標 當然 商場如戰場 一旦你有可以賺錢的模式 沒意外一定會被抄走 同樣的道理 OGO的創新模式八九不離十 未來也會有其他能源公司跟進 讓更多資本和技術投入核能市場 不過OGO還有一項優勢 只有不得不提到和動世界版圖的兩框之一 川普了 還沒看過上集影片 歡迎點選資訊卡 川普先前就清點石油業大亨 萊特出熱能源部長 萊特創辦的能源服務公司 自由能源和他擔任董事的新創核能公司 OGO都雙雙大漲 沒錯 萊特也是OGO的董事 等於背後還有另外一個大咖在撐腰 Marketwatch報導 川普會在16日清點萊特出熱能源部長 是看好他在核能、太陽能、地熱、石油和天燃氣等領域擁有業界經驗 能助美國朝能源自足之路邁進 萊特在2011年創立自由能源 專門為石油和天燃氣炭灘和生產商提供水力壓力服務 後來萊特也成為小型模組化和反映毒開發商歐國的董事會成員 萊特是反對氣候變遷倡議運動的著名業界人士 他兼定勇護化石燃料 大力提倡使油和天燃氣開發 同時萊特也相當看好核能的潛力 Axios分析 在川普支持下 萊特可能推動提高石油和天燃氣產量 並重新調整降低通膨法案中數10億美元氣候 能源相關支出的用途 不對啊 福島核災後 全球不是一直質疑核電的安全性嗎 為什麼現在聽起來好像沒啥事發生一樣 就是因為安全性問題 又不得不跟上AI發展 世界各國和產業巨頭才會把目光移轉到體積較小 建置成本較低且號稱最安全核電廠小型核電模組 台灣是因為受限非核能源政策 還沒開始發展小型模組化核電SMR 但日本、韓國、美國都已經著手研發的SMR 也已經建置完整的產業鏈 各國代表其實先前收到核能學會邀請來台分享經驗 小型模組化核電SMR的發展百家爭鳴 全球已經開發出80多種商業模組 不過任何新的反應如設計都得耗時數十年的運作經驗 才能達到現行核電佔的可靠性水準 所以雖然目前聽起來很美滿 但也有很多專家認為 SMR規模化、商業化都還沒有譜 未來成效確實言過其實 台灣方面 中華民股核能學會理事長葉宗光提到 其實政府對新的核能技術態度轉為開放 未來有關核電的政策調整 將變成實現台灣能源轉型的重要關鍵 就像新任和安徽主委陳明珍在年會論壇說的 政府有發展SMR的明確目標 為了獲得更多經驗、交流與傳承 何能學會找來韓國、日本、美國的研發機構與企業 分享SMR的在地發展 南韓總統隐席月則是計劃在慶州地區發展SMR產業 預計將投入34億韓元建立全球SMR製造中心 並投入4000億韓元研發 希望在2030年前出口時不合電機組 因此南韓成立一個規模好大的國家隊 由42家國銀和民營企業共同推動產業發展 其中一個開發單位就是韓國原子能研究院 南韓縣有26座核能機組 海遠附中東協助當地政府興建核電廠 核工產業經驗充足 而政府和民間已共同研發名為SMR系統 及核模組式先進反應爐的SMR 是一款330萬瓦的小心壓水反應爐 以獲得南韓審核通過 只是2011年發生福島核災 當時全球反核聲浪四起 很難找到國家或廠商願意採用 直到後來 沙烏地亞拉伯也想打造小型模組化核電SMR 便改良SMR 為沙烏地亞拉伯克之化 可以發電又能淡化海水的SMR 逐漸打通業務管道 小型模組化核電SMR到底是不是炒作 目前不得而知 畢竟都還沒有規模化和商業化 但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各式各樣的SMR就像以後春筍般出現 我知道很多人都參加很多免費投資群組 網友們熱心給了各種建議 但 來路不明的陌生人竟然能主導你的下單決策 不覺得怪怪的嗎? 與其等別人報名牌去幫人家抬轎等著被割韭菜 還是自己真的學會操作邏輯跟技術比較實在吧? 我知道大家賺錢很辛苦 所以經常會想靠投資來一勞永逸 但也正因為賺錢很辛苦 還要看著大家把血汗錢往水裡丟 我覺得很心疼 才會想要把我研究出來有效的方法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對於某個經濟議題 投資商品或產業有興趣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將會為大家整理出重要資訊 連帶融入基本面 籌碼面跟技術分析 一起來挖掘具有長期波段潛力的投資標的喔 當你希望達到財富自由時 身邊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上碗水 提升生活品質 別忘了把影片分享給他 一起往財富自由邁進 這樣你自由且不孤單 辛苦可以一陣子 而不該是一輩子布丁盤不短充 只做趨勢盤 這是我的理念 如果你認同請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喔 我是麥門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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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